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改善这种情况 我们要积极寻找对策 从小就培养孩子们的阅读风气 父母有责任在孩子上校的时候就培养他们对阅读的兴趣 父母可通过讲故事让幼儿们接触书中的世界 让他们对书本产生兴趣 父母也应常带孩子去参观书展 书局 图书馆 让孩子多借出书本 此外 父母可以在家中设立书房 让孩子有舒适的阅读环境 并多购买有益的书籍给孩子 这一切都能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 提高阅读风气 学校在培养学生的阅读风气这回事上 也扮演着具足轻重的角色 学校应该有个设备齐全的图书馆 供学生借阅书籍 同时也奖赏勤劳阅读的学生 教师可以在课堂上推荐好书给学生 让学生对书本产生兴趣 教师也可以鼓励学生们互相交流阅读心得 引导学生赏悉书中内容 人更深入地感受阅读的乐趣 要培养学生的阅读风气 说难不难 说易不易 它是需要家长和校方一起配合 双管齐下才能见成效的